她老拿我当个保姆使唤 我感觉 就比如说 她在床上 不是今儿不是你要来的吗 怎么你老在那儿吐槽 但她问题 她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 所以她就才愿意来的 不然我也强拉不过来 是吧 是 你看这姑娘的逻辑性 你现在还是学生的是吗 是学生 你学什么专业的 食品质量与安全 我特别觉得 她像学法律的 没有 那个逻辑 这个行 来来接着说 就比如说 她躺床上是吧 她躺床上 我把水给她放床头柜上了 她伸手就能够着的东西 她非让我从书桌那儿 给她绕过来 给她端过来 那你过来 能花你多少力气啊 那你伸手就能够着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想动 我就是想得到你的帮助 让你觉得我是需要你的 你这样不会觉得 有一种幸福感吗 平常咱们买葡萄回去吃是吧 我得把葡萄洗好了 铁给它包开 放她嘴里 然后她子儿涂好了 那偶像剧里边 人家谈恋爱也是这样演的呀 我一个女孩子 我谈恋爱 我就不能追求一点浪漫 追求一点仪式感吗 人家偶像剧是那一幕 我们是美一幕 那人家那些就没演吗 那些就没演啊好吧 这是南派相声 咱们今天见 四川的相声也挺精彩 而且吧就是说 有一次比较厉害 就是她想洗头 然后她不想动 就让我给她洗 然后她就躺床上 我就拿个纸箱子下面垫着 因为怕打湿嘛 然后拿个盆 把热水煎满了 然后手脱了她的头 就是给她洗的时候 你这儿不会洗 你怎么的 你又烫着我了 头发给我烫卷了 你没有做对 你没有做对 我肯定要说啊 要不然你犯的错 我来承受就是吧 姑娘你是怎么 手脚没法动了 洗头还要她洗啊 那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吗 然后我就希望在一起的时候 她能多为我做一点事情啊 对 而且有时候 你也说对了 你都说对了啊 她晚上出去做头发 做美甲的时候 那做个头发一两个小时吧 我就得 我就得一两个小时在那儿hold着 我说你快结束 还有一二十分钟 你给我来个电话来个消息 我再来等着你 然后我在家里 可以干点自己的事情 你在家里边也是刷抖音的好不好 你在那儿也是玩手机 我在家里边 我也没看你做其他事情 我看你的手机 那不是因为你随时都在使唤我吗 那你还有时间刷抖音 她要做不好你会怎样吗 做不好我就板着个脸呗 她就巴巴巴巴巴的 我哪有 而且还有就是 我记得特清楚的有一次 我下班回来 然后桌上放着一份外卖 我想着肯定是给我点的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她在洗澡 我就巴巴巴给吃了 结果出来之后她说是她的 她没有吃 然后她就让我坐一个小时车程 去给她买 然后再回来 我就是想给你掌一个教训呀 要不然你每次都不忘放在心上 我又没错我看啥大问题了 给我掌教训 我在洗澡 你走过来告诉我你要吃有多难 你为什么还要全部吃完 一点都不给我留 你没有关心我 我不会饿吗 我在家里边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是吧 我也不会饿是这个意思是吧 不是她考虑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你知道吧她把吃了以后这盖打开了引起不变 所以她全吃了姑娘 你不能这样啊 我觉得这不像你要来的呀 你要来你要说什么呀 我要说的可多了 有一次她逛那个朋友圈啊 就刷的她前女友和她前女友现男友的照片 然后她就在那儿酸酸的来一句啊 哎呀她现在过得挺好啊 哎呦我这心里边我就在想一丝她过得好啊 然后现在你和我在一起你过得不好是吗 确实过得不太好 我也没酸呀 我就是说你看她平常刷朋友圈 我又没在她下面评论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她现在这个男朋友配不上她 一丝你配得上她 然后我配不上你 你们两个就刚好凑一顿是吧 你看主持人她有时候就老爱钻这种牛角尖 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去看她的照片呢 就是对她念念不舍呗 人家发朋友圈我滑到看了呀 那你那个什么抠抠里边啊 有那个什么黄钻 那专门买了买了 然后每次就去访问人家空间 然后每次就点开人家头像进去看 我开了那么多年了 而且她一整条动态你点开头像才能看完呢 我们要专门去点她的头像啊 一天点个好几次的那种 她发的多呀 而且其他的人我也都点了呀 那为什么不把她删掉 怎么说呢 我们那个是属于和平分手是吧 也不是说什么 你等着 你等着吧 就你跟前女友这点事 一会儿杀老啊是能弄死你 我都说了 你说到她那痛了啊 行 女生关注的是说 为什么你那么关注前女友对吧 就是念念不舍啊